近期 江苏 泰州也推出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特色文化旅游活动 吸引各地游客分支塌来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秦同会船 在泰州江燕区盛大启动 秦同会船是泰州地区特色的民俗 通过撑船聚会来祭祀祖先 期盼美好生活 作为活动的一部分 秦湖国家湿地公园 在四月的每个周末持续举行共船巡游表演 十里情湖上 共船排队而行 美轮美奂 让现场的观众赞叹不已 看到这么多漂亮的共船 我的内心还是蛮震撼的 今年活动期间 还将举办高船比赛 铁人三项 路亚比赛 音乐节等十几个大型项目 系列活动将一直持续到十月份 在泰州新化市千朵镇 则开放了花海夜游和特色表演 夜幕降临 千朵景区的观景楼上人潮涌动 生态水乡风情实景剧 以天和光为幕布 以水上花海为舞台 既有激光投影 无人机 烟花秀等令人惊叹的特效 也融入了本土文化中 毛山耗子 水上婚礼等民俗和非议元素 今天带着宝宝到这边来看这个烟花秀 这个表演 非常的好 然后很壮观 parce永远玷宝大乡